他睡的地方他嘴角這邊也有滲出來 掀開寶貝女兒的枕頭衣服還有小方巾 到處沾滿血跡 媽媽看一次就痛一次 我們是虎尾鎮公所的員工 所以應該是算列在第二類 有打疫苗的話 照顧小朋友上也比較不會有受到感染的機率 34歲的蘇小姐在虎尾鎮公所殯葬管理所上班 施打順序排在第二類 全公所人員排定21號統一施打 媽媽實在想不到女兒可能猝死的原因 懷疑過所有的可能性 包括是不是因為他接種疫苗 吃母奶比較好 所以我也不會想說 不會多想到 是不是會造成他怎麼樣 不過時間詢問資深法醫 餵母乳真的會直接把疫苗的副作用 傳到小朋友身上嗎 我們語學上來看 這個是絕對不可能 它不是活的病毒嘛 所以是不會產生問題 促食大部分都很多就是意外 不然就是先天性的疾病嘛 那什麼意外就是去嗆死嘛 對 那就是趴碎所造成的死亡嘛 自息嘛 指揮中心也在專家會議上 將蘇小姐女兒猝死的個案提出討論 疫苗諮詢小組裡的討論裡面 應該是沒有特別說有任何的國外的建議說 這樣的狀況 不建議施打疫苗 所以應該是沒有什麼特別的不適合施打疫苗的狀況 哺乳裝的媽媽如果打了疫苗會影響小孩從醫學上分析 還有國外建議施打疫苗的注意事項 都沒有出現過類似的案例 但女嬰家屬疑慮還在 至於要不要走到解剖這一步得到真相 也是媽媽最不得已和最後的選擇 TVBS新聞李承佑羅歇三區小組雲林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新聞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